这两年涉及到这个中国公民在中国被捕的现象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在其他国家生活 有的人生活了很长时间 除了持有中国护照以外 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有所在国的永居身份的 比如说绿卡 那么这些人回国以后为什么会被逮捕呢 多半是由于他们原先发表的言论 以及他们在学术上所专攻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最新我看到的是北海道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研究方向是台湾问题 那么在中国被逮捕判了六年 主要原因是他是还持有中国护照 他是中国公民 那么中国公民在日本 或者说协调帮助日本的相关机构研究台湾问题 以及日本有可能采取的对策 那么他自然就会要联系到一些他所能感知到的所有的信息渠道 最终提出建议 那么这一点在中国政府而言 妥妥的就是间谍 那么这一类的情况也体现在一些青年学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攻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 甚至是台湾问题或者中美关系问题 但是他们在海外发表的一些言论 让他们无情之中上了中国政府的监控名单 有许多人自认为很聪明 认为他们是用的化名 没有露脸 在网络上发表的意见 或者参加了一些秘密的团体 他们非常谨慎 所以他们不会流露出太多的痕迹 实际上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即便你是偶尔回来一次 你想想编程谁想这样的人都被逮了 你还能够是安全的吗 那在过去几年中啊 尤其是去年 其实中国政府对在海外的异议人士 是有过一些处置上的变通 就大多数情况下 他原先的监控或者说强化制裁的方案 从去年开始变得有所缩减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跟大的环境是有关的 中国政府呢 在最近几年进行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原来的一些访民 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些访民 绝大多数呢 他是用钱去收买你 在国内是吧 你这个维权可能是四五百万的一个规模 就按人民币算 那你到了海外 如果你捞出一定的动静 给你四五百万美元都不是不可能的 发生过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出现问题 他出口创汇的能力呢 实际上是被削弱了 所以中国政府手上拥有的外汇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也不是永续的 像涌动机一样 是吧 他们也出现了这个自身的担忧 那么从执行层面上来看 街道的拨款就会变得相对减少了 在地方上原先建设居住的人 越来越常见 不像原先那种 在那家门口弄一个联邦小队 是吧 带红袖姑的也好 这个辅警也好 在那家门口站个岗啊 短暂的约束一下你的言行 是吧 尤其在重大节日 或者重大活动的 这个政治敏感时期 现在更多的是 你到了一定的条件 就他认为很反例了 直接把你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实际上就 如同原先的那种管束一样 他把你指定到 这个这个 一个独立的地方 那种监视居住 其实是要超过 在看守所的积压的 如果你有亲朋好友被指定地点 这样拘禁过 其实你应该知道 他会向你抱怨 每一天都恨不得 有逮捕证 有拘留证 把它送进正规的拘押场所 因为那太不是人过的日子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维权的 维权的现在也是 动不动他就把你真逮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他也没有钱来安慰你了 甚至他也没有太多的温情来对付你 因为对他来说 上面的拨款有限了 他自然要 把应该用在你身上的钱 是吧 更多的花在他自己身上 把你直接关起来 对他来说是最省事的一个办法 我们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在海外的中国人呢 其实对于中国内地的这种 怀旧情绪也达到了一波高峰 因为中西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之后可能会进入一段 相对这个封闭的状态 就是双向关门 即将要完全形成 那么有很多人 凑着这个时间关口 还是想回国看一看 从去年开始 我有几个熟知的朋友 回到了中国 有一个已经离开 另外两个朋友 都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还在国内停留着 有一个短期内会离开 有一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还继续要待在中国 那么从他们的反馈上来看 跟之前在国内维权运动中 在抗争运动中 所展露出来的现象是一样的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 对中国政府的持有意见的人士 实际上他不会用过多的精力 放在你身上 就除了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根虫以外 其实他对你 没什么感觉 他认为你有可能是靠这个吃饭 他不太愿意打理你 那除非你做什么呢 就流窜 开始窜联 开始搞一些他认为 会令他感觉到 比较紧张的一些活动 他才会把你拘禁起来 通常这种方式也很简单 如果你有外国国籍的话 基本上 关一个礼拜左右 就把你直接放了 遣返回 你护照所在的国家 那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你确实名气很大的话 设计上那就更简单了 从你进入 中国的这个航班 你的名单出现在航班上 他就会在机场等着你 根本不会让你踏上机场的平台 有些人认为他闯关 这个入境了 实际上你还是忽略了一点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所以你才有机会能够进去 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很多中国人在海外 还抱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观点 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不愿意更换自己的护照 他认为他在其他国家 所受到的礼遇 是他专业上心情劳动得来的 是他通过他的发明创造 这个获得的地位 他古着你也不是想要报效 中国的什么政府 是吧 离不开中国人民 其实不是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这个父母亲年龄比较大了 一个呢随时回去看比较方便 第二个呢 就是万一出现这个老人 即便是喜伤 自己也能回去进个校 其实我还见过一些朋友明确的说 他们只想在美国生活 并不想换一份护照 他们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这种观点在海外定居的这些 中国人中还是比较流行的 我见过很多 你不用一一跟他们去解释 但是今天呢 一切变得不太一样了 如果你还持有中国护照 可以往返 中国与你所在国 就像每年定期的休假一样 那这种日子 你过久了 你就应该知道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 你在网络上 有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演讲 有没有言行会触入这个极权 如果有的话 当你回去以后 想离开 不见得会那么容易 他随时有理由 用你一个不太察觉出来的 微小的罪名 你认为根本就是很滑稽的事 把你扣留在中国 第二个就是 当中美之间完全掰了以后 买国人会不会再给你进来的问题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 总认为学签最危险 去年美国政府批了 29万多份F1签证 就将近30万 在机场被遣返的人 不允许入境取消F1签证的人 只有2500多位 但是其他被禁止入境的人 数字要远远超过他 这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如果你继续保持中美在蜜月期的 这种两头痴的状态 有可能下一个栽根头的就是你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